好 晚间最近消息来关心 2024年大选战败 民众党的党主席柯文哲已经开始备战 四年之后2028年的总统大选 今天他在专访节目当中就表示 520之后将会出访新加坡 到李光耀悬运取经 而且要待上一段时间 另外是民众党也提前的布局 2026年的选战 未来议员的提名 会采取N加义的模式 全台湾全面备战 但至于县市首长是否就是 台北市黄珊珊 新北市黄国昌 柯P是没有把话说死 但是呢 2026年自己是不会下去选的 我选的是两个月前的泰头 现在是总统落选的 一开场就先自朝自我介绍 柯文哲选后忙着写检讨报告 脚步更不能停 已经规划未来要在2024 全台前三得票最高的里 新北领后台中北屯 高雄左营开小草咖啡厅 相邻的三个里 投给柯文哲的票数超过一碗 有三个地方 每个月保证都有柯P座谈会 步刀大会 我们还有海草计划 小草计划 除了为2028扎根 更要先为了2026备战 这回有了369万票的基础 柯文哲很有信心 议员选举要全台遍地开花 如果你那个选区目前是一个就加一 就N加一为原则 理论上应该这已经是要全面备战 所有的选区都要派人去 但至于县市首长 黄山山黄国昌立委任期将在20262月1号交棒 未来是否投入双北选战 可疲没把话说死 不过有没有可能亲自上阵 这倒是很笃定 反正叫选高雄选台中的都有 台南也有讲过 反正哪里缺人 我就被拿出来讲 目前没有 不好吧 应该是先累积能量 到这再算 因为这个就牵涉到合众联合 深根基层发展组织 柯文哲不只将亲自下乡Long State 接下来也已经安排出访计划 新加坡就是李光耀学院 我去带一段一阵子 我在520之前应该检讨报告的 那些还没全部结束 展现国际外众能力培养人才 柯文哲也积极寻觅个人政治舞台 记者欢迎张事会台报道